你认为汪汪现在正在收拾吗 干你老师放我下去 我常讲嘛 我们这种40岁的男人 一个晚上还是要3到5次的 好不好 起来尿尿要3到5次 哦来 那我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赞助厂商好不好 这个流量给他好 以后我们优惠不会少 对不对我们的赞助也不会少 圣帕斯你们可以去搜寻 在置顶的部分 有他们公司的网站连结 他们是一个车用品的行销公司 那旗下主要的产品是强化烤尔 还有这个升级型 赛车型的强化点火线圈 各车系都有 主要他是针对每一个车队 社团 然后团购 第一线的服务的保修厂 安装厂他们改装厂都有做提供 之后的影片我们也小时也会陆续帮大家有机会的话会测试一下产品 好那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有没有符合你们使用的车型 那之后我们的这个汽车改造影片有机会 我们会选用这样的产品 好订阅一下 啊我们圣帕斯是我们的专业的汽车点火厂商好不好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下面呢有一个这个初心室内装修设计有限公司 那这一个我跟大家讲 是一个正妹 就是他买走我们的暴力小鸭好不好 老板的形状的一个白色小鸭 就是被他买走 昨天交车我已经收到讯息说 今天有人在大雅交流到附近有看到他在出没了 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你看到他是做这个室内设计 初心室内设计装修设计有限公司 他交车的时候啊 柯P去台中交车给他 然后柯P就看他拿了一个东西出来不知道是什么 结果他竟然帮我们订做了一块 这个压克力的 我们小诗汽车logo的板子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还来不及把他 把他订上去很用心 真的很用心 非常用心 做了我们的logo 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很棒 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赚钱而已 我们还交了一个朋友 赚到了一个朋友 不敢说是吗 多好啦 那好笑的啦 买一台车要做得像很好的朋友 那是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至少会觉得说 真的是有交到一个 还不错的朋友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还蛮不错 蛮开心 不是说那块板子多少钱的问题 其实真的不是那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给他的也是 满满的诚意 好好的把一台好车交给他 那他往后日子里 对不对 在车的这方面 需要我们 对不对 我们服务就到 人的部分呢 如果需要服务的话 柯P 对不对就到 没有我是说如果需要人谈谈心啊 或什么 对啊 柯P就会出动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好几个事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我昨天嘛 昨天礼拜二 有没有 那个我们YouTube有上一个前两个礼拜的直播的精华剪辑 然后就又有人上去钓鱼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我们的粉丝人数越来越多还是流量有稍微比较提高 那开始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上去留言 我觉得这个也蛮专业的 他说 订阅数不开放出来给大家知道 像这种不清不楚的频道 我才不会订阅啊 然后我有订阅过 我有订阅啊 什么两千的 我就是不订阅小师的 怎样 我两个都会看 但是我就是不订阅他的 因为我觉得他不公布这个订阅数 我就觉得这个人不透明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很无聊 当然我知道下面很多支持我们的朋友都会去跟他赞 那我是觉得不用 因为这种留言一看就知道是 浩霸行为人吃饱撑着 那另外今天这个礼拜帮大家准备的一个问题是我今天收到一个信 有人在问说小师哥 我如果想要进入二手车这个行业 那我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本职学能啊 或者是我必须要怎么样开始啊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开一间二手车行到底需要多少钱 你到底需要学怎么如何去进入这个行业好不好 那依我这个20年的经验 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在坊间在卖二手车 甚至在二手上上班的人 有一些啦不要说很多啦 其实坦白说 只是单纯的对车有兴趣 那有的我觉得是对钱有兴趣 那我我当然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你必须首先先具备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可能要对车子这个东西有兴趣 像常常我在店面公司在面试新进人员的时候 我都会问说那你对车你觉得你对这有兴趣吗 那通常来面试的跟泰山一样 我跟你讲有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一定说有 我对车超有兴趣 因为你要面试你在车行面试 你去面试比如说在捷安特 然后人家问说你对脚踏车 有没有热忱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 靠我就超讨厌脚踏车的 我在路上开车我看到脚踏车都想撞下去 你最好写条 我要的答案通常都不会只是你跟我回答说有兴趣三个字而已 我通常会接着去问说那你所谓的有兴趣到底是如何的有兴趣 你是看着车的外表然后每一台长得不一样 好觉得很好玩 还是你觉得改车很好玩 还是你觉得赛车很好玩 还是觉得你觉得修车很好玩 你的有兴趣是仅止于哪个地方 好路上看到马沙拉蒂会多看一眼 好还是希望有一天想要这个开到法拉利 对不对你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那再来如何做第一步 最容易的方式当然就是到车行上班 你先到车行上班 那如果说真的你没有机会 你只是单纯对这个兴趣 要怎么开始这个行业 我其实是认识一些 不要说朋友同行啦 他们是先自己玩车 真的有兴趣说自己拥有了自己的车 然后慢慢去整理 然后从他整理的过程当中 他学习到很多关于车的一些 零件啊原理啊等等 有一些妹妹嘎嘎 因为现在有一些社团嘛 FB嘛 他们对车有一点了解的时候 他们去找一些自售的 那自售通常会比这个车行 入手价会再高一点点 可是 会比去车行买还要便宜一点点 那买回来之后 自己再慢慢整理之后 也是自己po在社团网路就先卖 那这样哎久而久之一台两台 像我的朋友一开始就一台一台 买一台卖一台买一台卖一台 然后到最后你就看到变成两台变成三台 然后就这样玩玩玩玩 然后玩到最后也混进社团里面 然后跟社团里面多了解一下这款车 好像我有一个同学他就玩服饰 他从自己一台服饰开始玩玩到收到三台 收到五台服饰 然后就这样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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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买买买买买就这样 那你要勉强去说他也已经算是半个车车商了吗 对不对 所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 兴趣是支持你前进最大的动力 那有人会问说那要准备多少钱可以 开一间车厂 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光看我刚讲的 从一台变成三台变成五台 事实上他买的并不是很高价位的车子 比如说在某个年代他可能就买一个Polo 对不对 Polo可能剩几万块 八万十万 maybe十万 然后再买台Golf 买的便宜的十几万的 对不对 然后买个两三台 那不过也不就是三十万五十万的事情 慢慢这样下去边玩 然后边做生意 边赚钱 然后 我最初最初开店也 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五十万吧 五十万真的就是五十万 我就买那种五万啊七万啊八万的车子啊 然后我讲七万好了 五十万七万的车你可以买七四二八七五三十五七六四四 你可以买六台 好不好五台 七万的车 那回来可能整理整理弄一弄 卖个十万十出头万 或是买个三万四万卖个七万六万这样 好就大概慢慢的慢慢的做齁 加上爸爸给的九百五十万 我爸有九百五十万哦 我现在就不用坐在这儿 让人说赞 就是没有九百五十万好不好 反正我觉得就是积少画坛 没有啊积少成多 可是其实很痛苦啦 就是像我住山上嘛 那时候我家山上都没有画红线啊 所以那个山上都可以到处乱挺 然后我就诶 停了五个位置六个位置停在山上 拍拍照 然后剖剖网路 然后卖卖车这样 那要看车我们就跟他约 你要在那里看 我就开那台车去给他看 或者是诶 我在新店 那他就来新店看等等 然后就慢慢的从这种 没有店面 然后网路做生意起家这样 那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 我上通告的故事哦 没有我上通告很简单啊 我就最早是从写部落格开始嘛 那部落格写完之后我就 有出版社看到我的部落格内容 那就来邀请我出书 出了书之后 有一天东升就来找我啊 哎呀问我要不要去讲一些这个二手车的东西 现在有时候想到那时候很菜的时候也蛮有趣的 那时候真的很菜很紧张 然后就 诶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台 三立啊 然后还有什么有的没 就开始每台都找啊 然后到现在就是比较不爱上了 对也比较没空了啦 比较没有空 我之前也分享过 就让一些新人后辈他们去上就好了 对啊 他们可能比较需要曝光这样子 不要去跟人家抢好不好 老屁股的时候不要要跟年轻人抢位置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好不好 好 然后资金的部分我倒觉得 当然好我也见过很多是真的家里实力不错啦 我说实在的 有很多 其实上一辈就是在做这个行业的 那你如果接着做 哇干双死 我有时候以前我会悲天悯人 我想说为什么没有这种资源 为什么我爸爸不是做二手车 我爸如果做二手车 我现在可能一出来 我就出去外面买车我都少的 我可能整间摆满了法拉利保时捷 对不对 好领保坚尼 好无奈 好我们只有领保坚果马沙拉油而已 哈哈哈哈 没有那种东西 可是也很难说啦 可是现在年纪比较大就会觉得说 也许如果我我上一代 爸爸就是做这个 然后赚蛮有钱的 然后我去接 我可能也许也不会像 现在这么努力 对不对 哦对吧 我处会好处啊 我就够一处啊 爱美不买随便你啊 敢来开直播 哈 对不对 你们这促身 钱拿来买就对了哈 骗你刚好而已 对不对 妈妈你一台车怎样 有撞到 啊就要告我 啊不然要收工啊 我现在比你更少 不看你购义购书啊 去看看啊 对不对 我请时尚最强律师 对不对 来跟你拼了 对不对 啊那我家里有钱啊 我怕你什么 服务业 妈我一台车才赚你多少钱而已 你跟我谈服务 哈 我一台车要探三万 你知道三万 我一个晚上出去发小费都妈三万还不够发 你知道吗 我富二代呢 对吧 我来服务你 为了这两万三万我在那边服务你 对吧 好 不可以干买卖买 对吧 我家里有啊 我富二代呢 对吧 好 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啊 也许是 家里如果 我不是因为我不是富二代 所以我可能比较 肯定啊 比较百质的一点 哈哈哈哈 妈命贱 有没有啊 拜托各位赏个星星吧 我在这边这么辛苦 讲的那么用力 好不好 我的声音都已经沙哑了 对不对 好歹也赏个五十八十颗星星来 来这个 臭臭数 对不对 好不好 我们这么真诚 好 在这边演绎给各位看 对不对 没有啦 啊其实 一人一款命啊 真的啊 我觉得那个心态上会不一样啊 真的 好如果一间公司啊 比你大的时候 他钱比你多的时候 他哪管你 对吧 假设在 吵说哪一台车又生锈 哪一台车又漏水 我一间公司那大间 你们这小猫两三只我理你 哈 我大公司呢 哈 我贪你一台车贪你多少钱而已 哈 要贪贪 你要贪贪 你去贪贪 你去贪贪啊 我比我里面吹冷气啊 你去抗议 你去晒太阳你家的事情 啊 不会啦 可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 我也是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虽然他是富二代 虽然他家里是这个 好祖传三代 目前第二代 对不对 但是他如果又加上他有 先天的这个优势 再加上后天的努力 哇那真的 我们这一种就是望尘莫及嘛 我会觉得说 当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用 啊 对吧 我们就早点睡了 我们就不要努力了好不好 对不对 当你看到川普跟这个拜登 好两个他妈七十岁老人 都这么努力在 充斥人生了 对不对 我们能不努力吗 我们能不努力吗 两个那么老的老先生 对吧 然后要怎么去学习一些 车子的一些 技能 当然我自己的过程是这样 因为我到车行上班 然后中间换过两三间车行 其实 鉴定一台车 其实就是惊艳的问题 我讲实在话 这没有什么天赋 没有什么聪明跟笨蛋的差别 其实就是 你在这个行业待的久了 然后同样的一台车 你已经看过几百台了 好同样的一个引擎 的声音 你已经听过几千次了 同样的一台车 你已经开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车况 开过几十台以上 那你当然你对车就会很了解 这是一定的 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缴学费 缴多了你也会了解 其实我觉得就是经验的累积而已 那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开课 像我当初我有去参加一个叫 限定师协会 他有举办一个课程 然后可以去报名参加 然后就会教你一些 车子的一些事故泡水的判断的方式 那我记得没错像行匠 我记得以前也有办过 可是行匠我不确定 是不是一定要会员才可以报名 你如果真的对这个车子的这一种 想要去了解一些基本的鉴定的知识 其实有有些地方都是有在开课 好大家可以去找 我记得之前那个叫什么技职中心 那个叫工训中心还是什么 都会有开课 车的长度可以改短吗 验车会过吗 不行啊 车的长度不能改短 你如果短到验车验的出来 那是一定不会过 去年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 我本来文化大学的这个教育推广中心有邀请我去开课 可是不太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要开一个课 你要准备教材准备讲义等等 那其实以前我曾经想要开过课 所以我店里面 其实我收集了泡水车 还有重大事故车 都收集在我的店里面 那本来是想要拿来当 以后如果有机会开课要当教材 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也没有用到 你如果有常常在追踪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LINE 或者是部落格会发现我们更新的速度非常的慢 因为人力都一直呈现在很吃紧的状况 请问只有改短弹簧 配原厂的避震器会有问题吗 会 你原厂避震器会比较快挂掉 可以用啦 可是会提早挂掉 差速器有大概多久要换 其实差速器有众说分语 有人说不用换 因为第一个差速器 其实它里面的温度并没有那么高 然后通常老一辈的感觉是 差速器只要你没有漏油的状况之下 其实几乎是不用换 那有一些比较有爱 觉得有病治病没病强生的人 他可能三万或五万公里 他就会换一次 那我比较少听到这样子 坦白说 小师哥其实可以拍一起事故车 其实我已经准备一台事故车 就是要拍摄 但是真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我觉得现在每一个月时间都过好快 一下一个月就过一下一个月就过了 真的早知道就早点生小孩 现在可能也大学 哈哈哈哈 洗美巴可以去我们这边保管维修吗 我们已经没办法外接了 其实很多人都 都有问私讯我们说 可不可以请我们整理车子啊 或者是改装车子啊 帮他们改造车子啊 那其实坦白说我以前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因为真的 当 入不敷出的时候 就会想说我们能够做什么 好 多少 赚一些工钱 那可是现在真的 整个人力状况是 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现在连保养都没办法外接了 好不好 如果在场的这个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说已经把小师的全部的片子都都有看过的 好如果有的话 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其实 我的影片的从最早最早的教学 好或是直播 如果线上有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朋友 我相信应该是 看了小师的直播等等东西 应该是对中午车有一点点的概念 我觉得 野马六代把SYN3 Apple CarPlay改镜像输出 会不会车内电路有关 不会啊那不影响那不一样的东西 不用担心可以改 购福吧我有点想买 被夜帽讲中了 然后刚有人问 我跟你讲 我今天就在对这400多个人讲 下一台 有人刚问下一台买什么 下一台我想要买手牌的SWIFT 我在那边先爆雷了 不管了 爆了 先爆雷了 原厂二手车都很新 保证无事故 就用有方法验证看看 对啊 好不好 不过建议啦 有时候买车还是看人 还是要看那个 看那个 卖家怎么样 他如果老是对着你笑 有没有笑到你发函 你就要注意了 哈哈哈哈 SWIFT SPORT手牌会来 听说会来 可是会比较慢 听说会先发表一般版 之后才会发表SPORT手牌版 Ignis 12V清油店有什么看法 我本来想买的 我本来想订 后来我要订的时候 那个我朋友跟我讲说 可是SWIFT随后就出欸 啊有手牌的 然后我就不订了 W204C180 朋友卖70多万 可是内装一堆香烟烫合理吗 不合理啊 我跟你讲以前 现在比较少了 以前我们收车哦 有的车门一打开 整个都K味 你们有没有问过K味 K味就像烧塑胶的味道 有在上车上用药的有两种情形 一种哦 以前那种K一打开 里面真的就烧塑胶的味道 真的很臭 真的很臭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啊 他里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香味 就像是 里面本来是弥漫的一种烟味之后 以后用香水一直咬 一直咬 一直咬 然后就会形成一种那种 那种很像KTV那种味道你知道吗 有没有你有去过酒店 就像酒店里面那种味道 好那就是有一个臭味 然后又用那种很廉价的香精香水去咬咬咬 有没有啊就会有一种臭香混杂那种味道 好就那种哦那种一看就不太想估了 车子是不是都要更新的你车子才会回顺 没有啊要跟那个手机一样啊 就是要看他原厂有没有出新的版本 应该是这样说 有没有在车子里看过手枪 我有看过武士刀啦 手枪没有啦 我们一般在那个门 门槛旁边不是都会放雨伞吗 那有一次以前我在新装的时候 一台车进来孤车 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Central Hive 还C 然后进来 诶老爷我这台车存多少给我顾一下 有没有啊我就去 然后就我看一下好 驾驶门一打开有没有 放那个雨伞的地方 放了一只武士刀 还开出翘一点点这样有没有 啊我这样看一看车看完 干啊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估啦 哈 等下啊你买多少啊 这哈 你旁边鸡丝放的啊 我给你出关也不是 出销也不是 哈 不然你你自己说说看好不好 哈哈哈 要不然我要怎么说啊 哈 还粗翘粗翘一点点有没有 哇操 警告异味农后 在车上看过最扯的是什么 啊以前常 我跟你讲喔 外汇车有没有进来啊 那个天蓬 档板翻开啪 哇 哈 海叉音有没有 很多啦 国外比较多啦 国外比较多啦 子弹都有了 短短的木棒很常见了啦 甩棍什么 那个电击棒那都很常见了啦 那个我觉得算还好啊 啊跳弹也有啦 毒龙砖啊什么 电动 双头龙 电动塑胶缆都有啦 对都看过车上都看过了 有烟味的车会特别跟消费者说吗 不是 有烟味的车我不用跟他说 消费者闻得出来 哈哈哈 对不对 啊他如果闻不出烟味就代表他也抽很大 所以他也无所谓了 对不对 车上常释放钱有啊 之前有收一台老兵士 然后我就无聊 手套箱打开 车上他的手册还留着 我在翻手册里面就夹了很多 钱 有美金 有日币 然后还有韩国的 有反正各国的钱就夹了蛮多的 数量蛮多的 那他可能车主是夹到都忘记了 1995年7万里程March就换新还是翻修比较有价值 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他都问我说小事哥我有一台几年的什么车 那是要翻修还是要怎么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这样问 应该是看你的经济状况嘛 对不对 你如果你有个三万五万拿出来翻修凉凉的 那你就翻修嘛 可是你如果你没有钱拿出50万80万来换一台车 那我叫你换新也没有意义嘛 所以一切其实要去评估你的经济考量 那还有一个说你这一台车对你的意义嘛 对你的意义有多大 所以其实这种问题有时候不太容易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会问我类似的问题 小事哥你们有没有出去办家看车的服务啊 小事哥我最近刚买了一台中古车 我可以开去给你鉴定车况吗 对我比较小心眼一点 我都觉得说虽然我们服务业 那我们在这边帮大家宣导很多二手车的东西 你已经跟人家买了 你叫我来帮你看车况 我想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老婆对不对跟我分手了 然后交了新的男朋友说 小事哥我可不可以带我新的男朋友来给你鉴定一下 我来看你觉得人好不好 我没害怕他打 当闺蜜啊 当闺蜜啊 当闺蜜我现在要出门了 我给你当闺蜜 对闺蜜讲话 真的 真的 我告诉你真的很好吃 不像啊 一点都不像而已 不像啊不是讲话这样 很好吃 我想配鬼灭之刃 fine 你想这样没有关系 好吧鼻孔啊这样 你想这样没有关系 我不是 我学的不像 你说哪一个鬼灭 鬼灭之刃很好看 本来是我 这样真的很没有质感 为什么会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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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配一个反派的好了 对 闺蜜才好吃 亲爱精诚 忠诚洁癖 道德洁癖 好不好 没有那种事情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样做 你们这些人 真的很没有质感 质感 我们是讲质感的好不好 DSG变速箱上下坡要S档 还是手牌档来开呢 手牌档 出人命事故的车怎么判断 保险公司查询 或者是警政机关 有重大案件的一个记载 但是一般人坦白说 蛮难查的 好不好 一个礼拜一次的直播又差不多到的时间了 最后再帮大家在工商服务一下 这个圣怕是有限公司 还有我们初心室内设计装修有限公司 那初心室内设计装修是在台中 如果是在台中中部的朋友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Google搜寻一下 他网站上FB上有很多的 他的时机案例 作品可以做参考 好记得我们两个干爹好不好 那这个我可以吃一口你的食物吗 这个是老板娘的粉丝专业 好有机会的也可以去 这个追踪一下 那不定期也会有我出现在里面 那这是我们的生活频道好不好 他都会拍一些我比较私底下我们 吃东西啊什么的一些照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当然我们的YouTube也记得定起来 还有FB 我们最近会上一些回顾的影片 那也麻烦大家抽空帮我们看一下 复习一下好不好看以前讲的笑话 跟现在讲的笑话什么不一样 如果以前觉得以前的比较难看 比较不好笑 至少帮我撑过一分钟 好我们累计一下时数 拿到一个商业账号 好不好才可以削更多的钱 不是削你的 削FB的好不好 好不好这样可以吧 OK吧 那个陈凯说做销魂饭的牧场鸡蛋感觉很好吃 是因为我在健身 所以我有时候一天我要吃五六颗蛋以上 那个蛋有时候一打出来不新鲜 我就会靠北他 然后他就会换肩 然后他就会找那种比较新鲜的鸡蛋 因为我一天要 我跟你讲一天要吃五六颗蛋以上很恶心啊 所以你恶心到如果真的那个蛋不是那么好吃的状况之下 你很容易就会发现 来来来送课 然后叫神兽来跟你们送课 来 干你老师换我下去 拜拜 大家晚安